新闻万象 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新闻项目最终的赞争报节 乌克兰现在已经进行了大反攻 而这个大反攻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什么阶段 大和为的阶段 接下来我们讲很多 现在乌克兰军队在四个方向进行攻击 想要单点突破 在比尔格罗的这个地方 在巴赫布特的地方 在断内茨克的地方 在杂波罗热的地方 本来我们刚刚讲 赫尔松也是他们一个攻击舰 但是因为新卡布卡的这个水坝 被炸了以后迟滞了这边攻击 但这四个攻击点 现在已经不单是单点突破 现在已经是开始多点突破 而当你开始多点突破的时候 就开始成为有一个合围之势 这个合围的姿态就开始 你得说在整个两个军团 两个部队中间 俄军队们前后被包操 前后被包操就被形容说 他被包饺子一个一个被包掉 而一个一个被包掉之后 你就看到俄罗斯现在 士气非常的低落 低落到现在有逃兵 逃兵到俄罗斯的督战队 必须要出来用最激烈的方式 遏止整个部队的溃赛 甚至先如人家 我故意破坏装备 来形成一个无法攻击的一个态势 现在这样子一个强弱力判的态势 会慢慢地扩大吗 现在乌克兰会在哪个时间点 取得一个绝对优势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前面 对大方是回到财经专家 大家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都在乌子家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也会真 大家好 第四位是资深媒体黄伟海 这个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五位是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 大家好 第六位是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 大家好 待会儿呢 退休的刑警高尔克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所以士忠 你说现在在欧队战场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一个合谓的阶段 因为之前讲 我在四个点进行单点突破 就现在已经不是单点了 突破的点越来越多了 突破的点越来越多 就代表我点攻进敌方前线的部队越来越多 开始进行合围了 对 没错 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乌克兰收回了领土 你看领土越收回越多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说四路进攻 在比尔格罗德 扰的这个俄罗斯整个后方 完全是一片混乱的这个局面 现在其实热战地方有两个 一个在巴赫木特这个地方 另外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现在完全热战到什么程度 巴赫木特这个地方呢 乌克兰是用所谓狼群战术 他们的第三突击旅 在这个地方呢 不断地骚扰你 骚扰你之后呢 他们现在过去是俄罗斯来说 我们获得这个巴赫木特三分之二的土地 甚至是四分之三 现在是反过来啊 现在反过来是他围着你啊 被乌克兰躲回去了 对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话 乌东战场有可能会节节败退的一个状况 另外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呢 双方俄罗斯跟乌克兰最精锐的军团 在这边对峙 现在打了这个局面来说的话 乌克兰已经开始占了上风 而且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来说话 乌克兰武器越来越多 你看他有什么 用自杀无人机去攻击你啊 用自杀无人机 他甚至摧毁了 别尔江斯克的雷达战 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个雷达战 摧毁了 他们都已经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先弄瞎你的眼睛 然后我开始 无人机开始出动去攻击你啊 别尔江斯克离乌克兰的战领区 有很大的距离耶 这么远的距离 我都可以用无人机 把你的雷达战给破坏掉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俄罗斯目前军心散换不缩 你看散换到什么程度 他们这个T72坦克 要在那边走走走 结果我们想要自己踩到自己 布勒雷就自爆啦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整个俄 俄罗斯这个军心啊 真的完全是不想打这个仗了啦 好导伯我们再看一遍 刚刚讲的 你从乌东到了乌南 这些蓝色区域里面 它是呈现一个全面推进的状态 全面推进的状态 刚刚讲的还已经出现了 很多重要的突破扣 对 没错 那最近普丁怎么办呢 普丁呢他就说 我们要团结 除了要团结他说什么 我们现在俄罗斯 你看他还自己在壮胆哦 虽然我们俄罗斯的这个品质 在提升 但是数量不够 那如果要停战的话 他现在开出了条件 你希望不能够在军援乌克兰啊 那根据这个目前为止 俄罗斯媒体也证实说 的确在这一波战场里面来说的话 俄罗斯损伤至少死了11万人 有非常多五个将军以上过世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真的打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都质疑说 导播我们看这张图 在这个俄乌战场上面 有一个地方的名字 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马力波 因为马力波是第一个 被打成废墟被打成空城 两边的部队在这个地方 根本是进行殊死战 可以刚刚讲到 现在刚刚讲这些蓝色的线头 都是乌克兰部队开始进行 往前不往下 干嘛 他们人家 我就是要把马力波整个切开 切开了以后 整个战局就会翻转吗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在乌东战场还有乌南战场 这一边来说 这是杂波勒这一带 他们有开始往南推进 他们目前有主要两支部队 一个往托克马克 他们原本是想要切开 乌东跟乌南之间的联系 另外在这个地方 在比较靠近对内兹克这个地方 他们往这个 福尔诺华卡这个地方往前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保险你知道 他们一天时间已经 往前推进了一公里左右 这个时代 他们全面推进 全面推进 对 看到这个对俄罗斯来说 压力多大 因为第一个 他这边有梅利托波尔 这边有马力波 到底你是要往下攻呢 还是说现在有一个说法是 他们要直接去取这个 别尔姜斯克 直接取别尔姜斯克 把别尔姜斯克取下来之后 就完全切断 马力波跟这两个城市 而且你打到别尔姜斯克 那是一个海杠 不就直接切到黑海去了 对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俄罗斯也不知道 你要怎么样作战 所以目前为止 真的对乌克兰来说的话 是取到一个 这个完全领先的一个局面 那为什么俄罗斯要防 为什么要拿下别尔姜斯克 我跟你讲 因为这边有机场 我们曾经讲过 这边也有这个船舰 黑海舰队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很多俄军的 他们已经把这个 原本在赫尔松这个地方 你看 他们都已经把这个 前线里面的这个飞机啊 军机啊 清空了吧 对米8或是米24 或是K52的这个直升机 还有这个K29的直升机 全部都移到 别尔姜斯克这个地方来 他这个地方有27架 所谓的乌军的 俄罗斯军队的这个直升机 也就是说他显然也知道 你一段 如果真的目标是 别尔姜斯克你把它切断之后 我真的会陷入两面尴尬 所以他现在掉了大量的部队 从赫尔松掉来的 就在别尔姜斯克 这个地方 一斤里啊 你说我要死守别尔姜斯克 对 没错 所以当你要死守别尔姜斯克的时候 别尔姜斯克就出现怪事情 是 它非常重要的雷达战被炸掉了 但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乌克兰已经往这个 别尔姜斯克去前进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当时呢 在这个别尔姜斯克 这附近来说话 有非常多的直升机 往 开始往这个前线去前进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乌东 这个所谓杂波罗热这一带的 这个乌南乌东战场 变成是双方在这个地方 要准备拿下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据点 好 那现在你刚刚讲的 在杂波罗热的这个地方 对 现在全世界上刚刚讲 俄国跟乌克兰两大军团 两大最精锐的部队 竟然在这里对决了 对 我们就讲 这是在杂波罗热这一带 这就是之前被炸掉这个水坝 这个水库这个地方 你看 现在俄罗 这个乌克兰军队就是蓝色的这个部队 他现在往南推进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讲 国共内参里面最精彩的 这个所谓徐棒会战 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发生 为什么 类似这样 为什么 双方都把最精锐的兵团 在这个地方 要集结起来互相的对攻 为什么 普丁这边拿出了 我第58团军在这个地方 他就完全要守住你在这 那乌克兰来了一个第47旅 那47旅是什么 宝洁 他们是 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军团 他们操作 他们不但装备 你说整支部队 对 都是北约训练的 没错 他们不但的北约训练不说 他们的所有的装备 坦克车啦 包括这个装甲运兵车 全部都是美式装备 欧式装备 他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两军在这个地方 准备要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作战 如果 如果乌克兰能够推进的话 如果击溃这个第58团军的话 对俄罗斯来说话 大概乌南战场就已经大概确定 他大概就可能会一路败退 所以现在对普丁来说 他下了命令就是 你一定要守住目前的 札波罗的这个地方 因为过去他的 普丁的赫赫战功 拿下车臣 拿下克里米亚 谁打就是58集团军打的 如果58集团军在札波罗热都输掉 对 代表 普丁鸦香堡的军团被殲滅了 所以才说双方在这个地方 拿出鸦香堡来这个决战 就在这个地方 好那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来说第47转 这个机械旅来说你看 他们这个徽章在这边 这样一个码的这个 一个龙的这个状况 那你看 像他们有什么 他们这是什么 M2的这个布莱德利的 这个步兵战车 这是美式装备嘛 他们还是往前线移动 另外他们说 他们目前为止 即使是布莱德利的 这个步兵车 他被炸掉 你看他被炸到 其实他已经被这个 旁边的火炮炸到 但是他还是OK 继续可以继续前进 只是说有部分机组损坏 你如果这个机组人员 如果真的要逃开 还是可以逃开 所以你知道美式装备 其实是相当相当好 其实你被炸到还是可以 完全逃开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 T72甚至T90 当你被开灌了以后 里面的人根本跑出来 或里面的人受重伤 就没有想到 这布莱德的战车 我今天踩到雷了 里面的人还是安好的 我们再看到 鲍尔坦克说 我被炸掉了 被炸掉了以后 只有履带受伤 车体是完好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 这个这些所谓 欧美的这个装备 真的相当强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TOS-1A的这个火箭车 你看 直接被乌克兰摧毁之后 你看他就整个完全炸掉 对 的一个状况 这两个 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形 对 你看完全就炸掉 这个TOS-1 就完全毁掉了 就完了 就完蛋了 那你看 所以你知道双方的武器 真的是不太一样 那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的军队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这里面 他们已经进军了 他们在庆祝 为什么 他们拿下了俄罗斯 在这个地方的几个堡垒的这个情形 连 我刚才讲到 之前就有知道他们有无人机 对 可是现在的无人机用的更粗神入化 这个无人机不可以单点攻击 它可以交互掩护 抱歉 事实上这几天发生了一件事 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塔尔汉库茲克的这个军事基地 这基地里面原本有一个俄罗斯 非常先进的这个雷达 那你看结果这几天被他发现 他被炸掉了 被炸了 你看他这个雷达的这个 破洞 被炸个洞 炸个洞 基本上雷达是已经不能够使用了 那到底是谁去攻击呢 目前乌克兰的说法是说我们可能用这个无人 自杀无人机去攻击你 然后把你这个雷达毁坏了一个状况 好吧 那这个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 这个俄罗斯媒体说怎么可能是自杀无人机 应该是用飞弹攻击的吧 双方是不一样的说法 好可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塔尔汉库茲克这个雷达战 是2020年才建的 2020年才建的 他目的是什么 你看他入位置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他当然是为了要整个 这个cover整个乌克兰战场 而且他这个里面来说的话 他是俄罗斯最先进的这个天空M的 远程预警雷达系统 他这个可以同时的 联动所谓的萨姆300 萨姆400 而且还可以侦测这个大附近的 所有的这个攻击无人机 所以我现在先把你摧毁 那是什么意思 我准备大军要进来 我先把你的眼睛摧毁掉 那你眼睛摧毁掉 你这个就已经萨姆300 萨姆400 都没办法用了 甚至连攻击无人机都没办法做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发动非常多 包括说像这个所谓海马式火箭弹 甚至这个什么暴风的这个飞弹 暴风幻影的飞弹 我全部对你攻击你啊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乌南战场你看 这个重要的这个军事的 这个眼睛被戳下之后 当然对俄罗斯来说更不利 那你要想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乌克兰他们有成立一个 秘密的特务组织 他们这个特务组织是带什么 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 给他们这个相关的 自杀无人机都很小谈 他们都潜入到前线后方去了 他们是特务 他们潜到后方去的时候 就有时候就开始发动 所谓自杀攻击这样的 自杀无人机上去 让他在这边巡逸 巡逸这个飞行之后 寻找有力的目标 这样攻击 你知道他现在其实呢 另外一个 最近普丁不是说吗 要和谈可以啦 但是你欧美不要再给武器啦 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这样说 因为欧美再给他武器 他真的受不了啦 你看美国现在又准备再吸尼批 给他大概约莫3.25亿 但是里面来说 其实最引人注意是什么 平右旦都要给他了 我们在英国之前 已经给他平右旦 已经运到前线去 现在连美国也都要给平右旦 所以那如果真的给平右旦的时候 那俄罗斯坦克那不是更糟糕 那不是对这个乌南战场 你第58集团去 我就不是可以完全见面 所以目前为止对普丁来说 他现在已经要好好思考 现在如果真的全面 我的王牌部队 如果真的折疾在 这个所谓的杂波罗勒的话 那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好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的就是 在俄乌战场上边 乌克莱跟俄罗斯 其实已经 僵持大半年之久 大半年的时间里面 有一点像谢谢乌战士里面 僵持在这地方 可是刚刚讲 老板我们看在这个图 现在不过在短短 一个礼拜的时间 刚刚讲到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是有重兵的 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是有防御公司的 那防御公司不只有一线 它是有好几层 结果发现 你看吧 现在乌克兰是全面挺进 这些蓝色的部分 全部往前挺进 不只往前挺进 现在最精彩的 杂波罗勒 已经派出了在北约的王牌区 跟俄罗斯的王牌区 两边正面对决 所以董事长刚刚讲的 那种三雨欲来 或是整个大战爆发 真正大战 因为讲前面 还只是尖兵的这种碰触 感觉大战即将爆发了 对 因为这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的作战的情况 我们大概来归纳一下的话 大概它前进的 整个的前线部队前进的距离 大概6.5公里而已 6.5 并不是很 并不是很长的距离 然后整个总占领的收复的面积 大概90平方公里 大概位于哪里 就位于巴赫木特跟扎波罗的 中间这一个区块 整个解读起来的话 看起来就好像说 俄罗斯的最精锐的 最顽强的抵抗的这个 整个的壕沟 跟整个的地雷阵 整个的布防 整个被打出一个缺口 挡不住 打了一个缺口出来 所以这边打出一个缺口 是关键的地方 那这个90公里的面积 怎么打的你知道吗 它用夜袭打的 主要是夜间攻击 因为虽然双方都讲都有 双方坦克车 都讲都号称有夜袭的能力 但是真正有夜袭的 真正有作战能力的 完备作战能力的 只有西方的这个 有北约的部队 对 北约的部队 跟美国的部队 所以用夜间的攻击 不断的有这些 就是这种重大的斩获 这是第一个 然后完了之后 它也会有后续 再看这两天会有什么效果呢 如果这个防御攻势 被突破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代表后面有一大段的 这个攻势 不是第二线的攻势 变成有个很长的空间出来了 对 那这个空间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北约的榴弹炮的部队 可以开始对第二线的攻势 可以开始攻击了 所以我可以一马平穿了 对 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 它对这个众生 会快速地去扩大 如果后面有大量的炮兵 在继续做这种大量的攻击的话 那俄罗斯的部队在这个线上来讲的话 就可能会被击溃了 对 那击溃下来的话 就是我刚刚施东讲到的 往下再深入的话 会打出一个很大的缺口 看看这个礼拜的发展 是不是这种情况发生 对 然后关键我就讲哪里了 这个点我们的判断就是 你刚刚谈这个 叫做主攻点 那你刚刚看到扎波罗也有 巴洛木特也有 还有这个 这个别尔格鲁特也有 这叫什么 仰攻点 它打了好几个点 对 它打了四个点在打 它真正的主攻点是这个点 目前成功的地方 对 我刚刚讲在巴洛木特 在这中间的一个 巴洛木特跟扎波罗热 这个地方 在盾内资格这个地方 它供出了一个 我刚刚讲的 大概 大概90平方公里的一个正面 那它现在就利用这个正面 再继续进一步的扩大 对 因为这个是最 它目前对外宣称 最具体的战果 所以我们刚刚 前面这一个 已经讲了大概有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对 寂寞时刻 为什么呢 它有好久 我不是讲过 它用火力侦查 然后同时有很多养工跟 养工跟主工 看不懂嘛 那现在看出来了 今天比较明朗了 就在这个区块 就是巴洛木特跟 扎波罗的中间这一块 所以这一块如果是我 我们刚刚讲 如果是西方的军事家 军事分析家判断正确的话 那就会从 顿尼斯克是主要的 向下像一把尖刀一样 对 做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 往前的一个突破 所以他们就讲 这往前突破 你要不然就是把马力波拿下来 要不然就是把 别尔江斯克拿下来 不管拿下马力波 或是拿下别尔江斯克 你都已经控制黑海了 它有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来讲 它有大量的炮兵攻击 跟其他的那种 大量的火力 火力压制的情况之下 会把这后面的所有的补级线 它的指挥所全部切断掉了嘛 那切断掉这一线来讲的话 那这边刚好 那所以它的整个 它的像特种部队 它的部队部队 就可以向下继续 把这个部分收复 那后面就会有更大面积的 收复的可能性 那这个战场就会有 就会有决定性的变化 因为整个补级线 整个被切断了 好 宁铺 刚刚讲的 现在是精锐进出 之前讲 有没有使用无人机 有使用无人机 可是那是单点突破 那是单点的列差 可是现在 这个无人机上面 把这个地方当成狩猎场 它不但是可以单点 它可以单兵作战 它可以交互掩护 它甚至 有一个小规模的组合 无人机 进行猎杀了 对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无人机 它们的产量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它们几乎每个地点 都可以弄一个 3D的组合无人机 第一个 你士兵先来看看说 到底这个 战场上面 有没有它的目标 然后呢 你不只是在那边看 你只要飞上去 你飞上去之后呢 你用这个远距来看 到底有没有人在跑动 对 那有没有人在跑动的过程当中 无人机就把你锁定住 锁定住之后呢 你 侦察的无人机 你就会叫来其他 狩猎的无人机 其他狩猎的无人机 当你的侦察点 锁定之后呢 把坐标给给了出来之后呢 哇 这个负责去杀人的无人机 就直接像是神风特攻队一样 整个 俯冲进去 完全没有时宜 就把这个房子给炸了 哦 增收的 作战的 攻击的是不一样的 它们就像是一个 3D的一个部队 在天空上我慢慢的找 当我确定好之后呢 当你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的话 不是我这个主无人机 我只是负得当我的眼睛 然后呢 我的左右两翼就飞进去 发现你看它们直接轰炸 然后呢 直接带了膝弹 直接炸毁 那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人员的伤亡 对乌克兰来讲 完全没有 我只要一直不停的投放无人机 而且他们的产量已经起来了 可是对俄罗斯的士兵来讲的话 它不只要面对豪沟的 不只要面对坦克的 不只要面对高空的一个空对地的一个飞弹 无人机在天空飞 他们其实只要看到无人机 就吓得跑去躲起来 可是躲起来的情况之下呢 还是直接给轰炸进去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乌尔战争 到打到现在来讲的话 乌克兰其实是步步进兵 因为他们已经把这套3D的立体化 已经做到非常的完整了 难怪俄罗斯现在的士气这么低 刚刚讲到 现在乌克兰主要是夜洗 晚上不能睡觉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你随时会进行攻击 好 我就算是白天 白天我要防止这些无人机 无人机声音是很小的 你会在无声无息的状况下 对我进行轰炸 对 当你看到无人机的时候 它是直接就下去了 然后下去之后呢 你就GG了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俄罗斯 他们也要做了一个宣传 之前不是说俄罗斯 他们说我打掉了你们的鲍尔坦克 鲍尔 结果呢乌克兰说 你不是打到的是旁边的农耕机 不是鲍尔坦克 然后现在呢 他又出了一个新闻稿 他就说呢 Russia says it hit the Leopard 这个鲍尔坦克 还有美国的Braderly 这两个坦克都打掉了 而且呢他这一次有附上的画面 哦 我们这一次有见面你的鲍尔 见面你的Braderly 这个美式坦克 所以俄罗斯也要进行宣传 对 然后呢 可是这画面出来之后呢 大家看到了后面 是觉得 乌克兰这个 这个北约的武器 真的太厉害了 你看到这个鲍尔坦克 其实已经被他们给开了 被罐头了 被炸了 而被炸的过程之后呢 里面的人还可以慢慢的逃出来 所以呢 里面的人没事 对 虽然你损失了一个鲍尔坦克 损失了一个美式的一个 美式的Braderly坦克 可是呢 他的防护性还是很强的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你缴获了嘛 你缴获一定要去把这东西 给带回去嘛 可是俄罗斯的士兵过去看了之后 发现 哇 他的机器引擎还在运转 你一个开罐头 再过去来讲 我们看到的这个俄罗斯的 被打掉之后呢 T72 T90 T81 对 T90这些全部都死光了 可是呢 当打开的时候呢 发现 他的装甲板还是完好的 然后呢 你把内部打开的话 他的机械还在运转当中 最主要的是 人员还是可以完整的逃生 人员走了 对 所以现在就来讲的话 其实你这个俄罗斯 你在过去的T90 这些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 面对北约的这些武器 先进的装备 其实真的是没得比 没有比较 对 没有伤害 对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 你看哦 这个之前给了他爆二坦克 那你给了这个主机之后呢 其实有给了非常多的一个弹药 那么现在其实包括德国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 给的东西越来越好 这画面上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战场里面 要第一次终于有画面出来了 这是DM53A1的一个穿甲弹 这个穿甲弹呢 你上面都是乌克兰士兵写的问候 就是说看到我们你开心吗 这个东西其实是德国配上了这个鲍尔坦克 以前来讲的话 我给你鲍尔坦克的一个 一个坦克车 你自己要把这个弹药给准备好 现在这个东西打开进去之后呢 而且这是强化版的 DM53A1成甲弹很厉害吗 它非常的厉害 在过去来讲的话 你要打坦克车的话 你为什么要往上打再往下打 那是因为你最粗弱的地方 就是你人员进出的孔盖 你要精准的打到 可是这一个就不用那么辛苦 这个的话 只要你打到任何一个 一个脚点的话 它都有办法 有办法来串裂 串裂之后呢 不管你再拿到哪里 铁板倒不住 对 铁板倒不住 你只要进去之后 里面有一些缆油 里面有一些东西 你一点点的弹药 就会造成整个的爆炸跟毁坏 而且呢 这一批德国说 我们这是加强版 你里面的弹药呢 是特装的 所以这个打下去之后呢 相信俄罗斯的人员呢 跟俄罗斯的坦克 是挡不住的 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以前我们的炮管 你大概打个一千次两千次 德国制的PZH-2000的自走炮 大家看这个话 这炮管打了两万次 还可以用 对 这个就是非常 我现在对德国的装备 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对 其实在过去来讲的话 德式的装备呢 不用再讲了 就是世界第一 但是呢你这一次的技术 大家会觉得这太离奇了 因为你过去来讲 没有战争 没有实际上的操作 你很多的情况 大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数据出来又怎么样 可是当物恶战争出来之后呢 你发现它这自走炮的炮管 金四星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可以打到两万次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没有太多的修护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不停的攻击 不停的攻击 这一次的物恶战争 也浪浪的大家惊艳的就是 德国公益 不只是说的好看 你真正上战场之后呢 打得很厉害 好 一会 刚讲的 现在已经不是嘴巴讲讲 我要反攻 也不是嘴巴虚的说 我要做进攻的时刻 现在正刚讲的 真的在巴赫木特 杂波罗瑞这些地方 已经打出了一些突破口 这已经把俄罗斯 本来在这个地方 最强的防御攻势 给突破了吗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切断 切断之后 让乌南地区跟克里米亚 跟乌东乌北地方 整个切断 让俄军来讲 批语奔命 这是我想 应该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战术 能够切断 让他们的整个补给线 对 以及这个所谓的 这个军队的调动的 这个方便性 应该是最大的目标 而且刚按照乌东所说的 其实这个地方 是的 俄罗斯已经经营了数年之久 有些地方甚至经营了 八年的以上 这个地方有非常强的豪沟 有这个所谓的龙牙 有这些非常强的防御攻势 所以你的突破一公里 都非常困难 就突破六公里 突破六公里 就代表你过去八年 所累积的所有的攻势 都被破坏了 对 那被破坏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像德国 像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提供了相关 地面的这些武器 其实是派上用场的 你看到像德制的武器 因为说严格讲起来 这场战争当中 吃亏最大的就是德国 他北溪一号二号都不见了 然后接下来 他的经济状况 跟中国又撕破脸 德国现在在想的 我认为在想的 他如果能够借由这些场 这样的一个战争来讲的话 也把他的军火推超出去 你觉得怎么样 整个东欧国家 如果不用美制武器 如果说当然美制武器他们会买 但是德国武器他们也买 而且美制武器比较贵 如果德制武器 如果真的在欧陆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方便的 欧洲可以拆一脚 德国可以拆一脚的话 在军火市场上面 绝对可以占优势的 难怪肖子一开始 我只要给你头盔 而且头盔还不敢送进去 放在边界你自己来拿 现在讲说 德国是把自己的鸭箱堡 全部都给丢出来了 越看越像一个商业展了 越看像这个德国 武器大关 因为让乌克兰 让泽伦斯基把他的武器 你看 原本他们在所谓的一般的演练 或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设计过程当中 也没有实际操作过 在战场上 这个武器的效能到底怎么样 而现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能够让德制武器 能够这个一番 一番来讲的话 让他们获得肯定 这个对德国来讲 是这个要不得的事情 因为未来真的东欧国家 或是甚至非洲国家 都会改买 改采买这个所谓德制武器 那这样的对德国来讲的话 就可以填补掉 他在这场战争当中 原本的应该叫损失嘛 如果 现在俄罗斯 你不要说你这个前线势力 更可怕的是你有那种 士气崩溃的状态 我们之前讲嘛 俄罗斯连都战队都出来了 就是你敢撤退 我就把你一个一个给爆掉 不但一个给爆掉 刚刚讲 现在有人讲什么 我在我的引擎里面放沙子 我把我引擎装备弄坏 弄坏我就不用上前线了 更可怕的是 在这个战争里面 表现最好的瓦格纳军台 现在已经公开的跟普丁开干了 对 在过去来讲的话 普丁跟瓦格纳的大同理 普里哥金两个 不是bodybody吗 他不是说唯一效忠的就是普丁吗 他不会干扰到俄罗斯联邦的 所有的利益吗 可是打到最后的时候呢 普里哥金讲说我不打了 巴尔姆特我全部还给你们 问题是 我不跟你签约了 对 俄罗斯他根本就接不住嘛 那么现在呢 普丁他想出了一招了 他说瓦格纳你不跟我签约 没关系 我跟谁签约 跟这个车臣的一个傭兵军团 叫阿赫马特 阿赫马特 他用车臣的部队 对 来取代瓦格纳 对 其实有没有办法取代 我觉得相当的难度 但是因为在贝尔戈罗德这个点 是非常重要的 你前线作战 不管是你都渡军团 出来杀自己的 还是你节节败退 贝尔戈罗德的重点是 我已经是在俄罗斯的本土了 但是现在很多的人民 已经要逃蛋了 问题是我要逃去哪里 如果你今天把这个 克里米亚给搞丢了 或者是贝尔戈罗德 真的被给弄掉的话 那真的 这个位置可能就不稳了 普丁的位置不稳 普丁可能就 会面临被改换的一个问题 所以车臣的阿赫马特特种兵团 就来签约了 可是签约之后 他第一个时间就是说 要进入到贝尔戈罗德 贝尔戈罗德是第一个考题 因为现在来讲 他们有他们的 俄罗斯的志愿军团 还有俄罗斯的反汗军 在这个部分来讲 你能不能够歼灭 这边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可以揭秘的话 这边有两个反抗军对 而且大家说 这反抗军拿的都是什么 美式的武器 对 这些装备来讲的话 对车臣的阿赫马特来讲 其实他们名气也很大 可是车臣在过去来讲的话 战乱比较多 最近这几年已经没有什么 你实际上面 你上场之后 你的战绩到底好不好 这都很难讲 好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在这一次战争里面 最亮眼是瓦格纳军团 像瓦格纳军团 真的有一点跟普丁翻脸吗 甚至有人讲 瓦格纳军团的这个普里格金 他蠢蠢欲动 想要夺俄罗斯的大位吗 这个事情有意义在哪里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军心不稳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 都战队跟瓦格纳的态度 都代表了俄罗斯的军心不稳 然后再加上刚刚提到的 被打出来的一个 九公里的一个 九公里的长度的众生 对 众生 这个都是一个战情的 一个是战场的变化 一个是士气的变化 这两个你合并来思考 就知道说 这个部队有问题了 就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 所以我个人也判断说 包括外界媒体的西方媒体 报道说 后面会有很大的 溃败的可能性会跑出来 因为这两个现象 对 这个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人的问题 对 一个是整个的情势的变化 是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怎么会是好事情发生 所以后面如果说 被打出来一个更大的众生的话 这个战场会出现 重大的溃败 因为我们知道 战争里面最怕出现一个 不可反转点 那个不可反转点 当时国共战争 就是徐邦会战 徐邦会战一打了以后 整个国民党根本不想打了 就这完全转战千里 现在也在等俄乌战场的 徐邦会战吗 俄罗斯的部队 你看到他最优秀的将领跟军官 在第一线产生战损 对不对 这表示他的主力部队 已经受到极大的损伤了 所以这个缺口的 要解读起来的意义 就是说这个 这个第一线的战争的 出现的溃败 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手线 防线被出现 被攻破了 所以这个麻烦在后面 如果他后面有产生 这个士气跟人心的浮动的话 那不是更糟糕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后面会有大量的炮兵跟火炮 跟飞弹的后续的攻击 更大火力会攻击 那个出现了真正的溃败跟破口 才是这个战场的一个转捩点